全国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 团结一致奋发进取 以新世纪为新起点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提高到一个新 水土流失面积目前仍然成加大发展态势 这成为目前的头号水环境问题 根据水利部第二次摇杆普查结果 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到了367万平方公里 已占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其中以黄鱼现补7000吨黄鱼的风湖寓鱼措施 但是由于湖内的黄鱼资源仍然无法达到